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参考消息网3月21日报道英媒称 中国最大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集团19日宣布 将向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Zorda增资20亿美元 旨在加速该平台的继续扩张以及深化其与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融合 至此阿里巴巴对Zorda的总投入达到40亿美元 据路透社3月19日报道 公司新闻稿称 随着阿里巴巴进一步提供资本及资源方面的支持 Zorda集团董事会同时通过了一项管理层调整 Zorda集团现任董事会主席彭磊 将兼任公司首席执行官CEO 以推动Zorda的发展战略 彭磊为阿里巴巴集团18位创始人之一 并担任阿里巴巴高级合伙人 Zorda创始人 自2012年担任首席执行官至今的Max Putnam 将出任阿里巴巴集团高级顾问 协助此次Zorda管理层调整的交接 以及集团未来的国际发展战略 彭磊表示东南亚地区崛起的青年群体 移动互联网的高渗透率 以及仅占零售总额3%的电子商务品量 让我们对加码投资东南亚市场充满了信心 他说Zorda已经占据战略先机 完全有能力把握住东南亚互联网商务 下一阶段的发展机遇 阿里巴巴对于飞速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商机感到非常兴奋 报道称 阿里巴巴集团之前的两次投入包括 2016年投资10亿美元 以控股Zorda以及2017年增持其股权 是80%投资的10亿美元 Zorda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及越南展开业务 Zorda目前为东南亚及全球135 000为商家核三000个品牌打造市场推广 数据支持和服务解决方案 帮助商家接触到东南亚5.6亿线上消费者 参考消息网出海记记者获悉 阿里巴巴集团此次增加投资 将深化Zorda与阿里巴巴庞大生态系统的协同 让Zorda能够借助阿里巴巴的资源 以创新的方式进一步服务消费者 赋能东南亚商家 本次投资彰显了 阿里巴巴对于Zorda业务的未来成功 以及东南亚市场增长前景的信心 东南亚地区在阿里巴巴的全球化增长战略中至关重要 此次投资也展现了 阿里巴巴对于东南亚人才与青年培养的承诺 为当地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 助其为各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阿里巴巴集团企业公图 阿里巴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